2012年伦敦奥运会乒乓球项目迎来女单焦点大战 李小霞对阵丁宁 能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那都是数一数二的 这场比赛堪称女子乒乓球最高级别赛事 注定就是一场苦战 首局李小霞发球不出台 丁宁错了一个网球 李小霞救起来 质量不高被丁宁反杀 从李小霞救起一个擦网 丁宁并没有因为擦网而放松警惕 而是在李小霞被动救起擦网质量不高的情况下 迅速不板赢下第一分 从第一球就可以看出 两个人都快速地进入了比赛状态 都展现了极高的竞技水平 李小霞1988年出生 右手横板弧圈球打法 球风凶悍 有着李大锤的美誉 丁宁1990年出生 左手横板 技术特点相持能力强发挥稳定 大家应该知道 奥运会前的世拼赛女单冠军 是直接取得奥运会单打资格的 2011路特丹世拼赛 丁宁4比2李小霞夺冠 当时张一宁已经退役 郭月是被外界最看好的张一宁接班人 然而 郭月半决赛0比4被李小霞横扫 丁宁4比2刘诗文 刘诗文之前对丁宁是胜少富多 输了这场关键比赛 刘诗文落选伦敦奥运会乒乓球单打资格 第一局双方打得都非常果断 可以看出 相持中 谁先变现 谁就得分 两个人都发挥出了极高的水平 每分必争 比赛十分精彩 容不得你半点眨眼 比分来到2比4丁宁还落后两分 丁宁末有发球权 丁宁发球结果 被裁判直接扣了丁宁一分 这样丁宁就2比5落后了 场上的丁宁有些无可奈何 但没办法裁判已经判了 丁宁也许受到了这个判法影响 第二个发球李小霞接得很好落点 给到丁宁正手中间位置不错 丁宁拉球出界 裁判判罚一个 打丢一个一下2分就没了 没办法丁宁调整情绪继续比赛 然而比分来到6比8 丁宁发球再次被裁判直接判罚 丁宁示意裁判 他的发球有问题吗 裁判表示 丁宁球抛得不够高 一局比赛两个判罚 丁宁委屈 已经快要绷不住了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比赛还要继续可想 丁宁当时有多无奈 第一局李小霞 10比8帅先拿到局点 假如裁判没有判罚2分比分 会不会是10比10平呢 这需要丁宁的两个发球都得分 才能打成10平 如果丁宁打丢一个比分会是10比9 看李小霞第一局打得非常果断伴有强势 所以说裁判不判罚 丁宁也很难赢下第一局 不过裁判这种直接罚分的做法 给丁宁造成了心理负担 第二局丁宁发球多拍相持过后 李小霞就发力进攻失误一分 丁宁第二个发球不出台 李小霞加转回挫 回来的球太转丁宁 只好把球控制过度一个 李小霞上手拉加转 相持中李小霞主动变现得分 前两个球打成1比1 前两个球都是在丁宁握有发球抢攻的机会下 李小霞发起反攻 强强对抗中还可以发力变现 至少可以说明李小霞当时的状态非常好 场上比分 丁宁还领先1分 丁宁发球 李小霞快带丁宁反手 丁宁便李小霞正手 李小霞重板回击得分 双方站至3平 第二局双方都发挥了高水平 李小霞每个拉球都加了质量 丁宁5比8落后 丁宁发球又遭到裁判直接罚分 丁宁抗议说自己的发球不止15公分 但裁判并不听丁宁的任何解释 维持原判 慢动作回放可以看出 丁宁这个发球20公分都有了 被罚这一分实在原 丁宁含泪继续比赛 李小霞发球相持中 丁宁回球失误 李小霞10比5拿到局点 丁宁加强正反手的保护 顶住李小霞的重板攻击 把比分追到9比10 李小霞被迫暂停 暂停回来丁宁被动相持中 打出裸点变化 李小霞反拉球出界 双方站至10平 丁宁真是顽强连得5分 这种球不落地手不松的精神 非常值得球迷们学习 感觉这局丁宁可以逆转赢下比赛 李小霞并没有受到场上出现的突发状况影响 发球抢攻得分 双方打成11平 丁宁发球12比11再次拿到局点 李小霞发球加转 丁宁轻拖过去 李小霞再次加转 球太转了丁宁拉球下网 双方12平 从面部表情可以看出 李小霞对这场球是志在必得 丁宁发球 双方都在互相牵制对手 丁宁多次发力被李小霞封住 相持中 李小霞一板重击得分13比12 这球没毛病漂亮 真是高手对绝版版高质量 看着过瘾 李小霞发球多拍相持中 李小霞率先变现变丁宁正手大脚 得分14比12赢下第二局 第三局双方比分依旧焦灼开局 1比1 中局6比6 这局李小霞打得有点急躁 打失误几个 六平过后 丁宁连得3分 9比6领先 李小霞连追2分比分 来到8比9丁宁 还领先1分 丁宁立即叫了一个暂停 暂停回来 丁宁又得1分 10比8拿到局点 丁宁发球抢攻得手 11比8扳回一局 大比分 丁宁1比2落后 第四局两个人开局就火力全开 两个人一直把球控制在中间 相持中 丁宁率先变现失误丢1分 丁宁利用发球赢1分 双方1比1 一平过后 李小霞打得非常果断 李大锤的称号得以体现 反手甩正手 调板板高质量 丁宁连丢4分1比5落后 2比6落后的丁宁改下蹲发球 又被裁判直接判罚了1分 丁宁彻底绝望了 裁判给出的理由 依然是发球球抛的高度不够 丁宁此时实在是太委屈了 把球拍放在球台上冷静一下 结果裁判认为 丁宁消极比赛 直接黄牌红牌 一起举手示意 丁宁又被罚1分 比分2比8丁宁落后 李小霞10比3拿到赛点 丁宁把比分追到10比6 丁宁发球 李小霞又回了一个擦网 丁宁拉球出界 6比11又丢一局 大比分1比3落后 李小霞 中国工作人员和赛事负责人 找裁判员要个说法 裁判员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 丁宁说发什么球 他都判 工作人员也只能安慰丁宁 但已成事实无法改变 比赛来到第5局 第一个球 李小霞多拍抢攻赢下一分 第二球 双方拟来我网幕部辖接 李小霞率先发力 被丁宁防住 相持中丁宁突然发力得分 双方站着一平 一平过后 丁宁出现多个失误 李小霞又打得非常果断 通过平平变丁宁正手大脚得分 很快把比分拉开10比4拿到赛点 丁宁发球 加质量给李小霞中间位 李小霞防住 短暂调整李小霞反攻丁宁防住 丁宁变化 落点球拉出界 4比11丢掉第5局 1比4不敌李小霞丢冠 夺冠后的李小霞喜极而泣 多年的苦练 这一刻都画上了圆满句号 这也是李小霞唯一一次机会 他抓住了我们祝贺 李小霞夺冠 丁宁也哭着走了 我们找不到合适的话语 来安慰丁宁 只能祝愿丁宁通过这次突发状况 变得越来越强大 球迷你们认为 如果没有裁判的判罚 丁宁会有机会夺冠吗 欢迎讨论 感谢支持 我是哈佛学长 我们下期见